奇迹课程正文 第七章 天国的礼物 第七节 天国的整体性 每当你拒绝祝福一位弟兄 就会感到自己受到了剥削 因为否认和爱一样均是全面性的 你不可能只否认圣子奥体的一部分 与你不可能只爱其中一部分是同样的道理 你不可能偶尔去全面地爱一下 也不可能偶尔全面地效忠一下 虽然否认本身并没有力量 你却可能赋予它心灵的无限能力 你若用这种能力来否认真相 真相就在你眼前销声匿迹了 你不可能只是片面地欣赏真相 为此之故 你只要否认了真相的某一部分 就再也意识不到全部真相了 然而 否认只是一种防卫措施 你可正面亦可负面地发挥其用 负面的用法必然具有破坏性 因为它已沦为一种攻击武器 倘若为圣灵所用 它便会帮你认出某一部分的真相 进而使你得以欣赏整个真相 心念之力太强了 没有人能将它拒于门外 你永远无法 自外与你自己的思维的 当一位弟兄表现得疯狂失常时 他其实给了你一个祝福他的机会 他的需求其实也是你之所需 你所能给予他的正是你自己需要的祝福 你只有给出祝福才可能拥有这一祝福 这是上主的天律 绝无例外 你所拒绝的成了你所欠缺的 不是因为你真的欠缺 而是因为你在他人身上否认了他 故再也无法在自己内意识到他的存在 你认为自己是什么 支配着你的每一个反应 而你想要成为什么 便会认为自己真是那般模样 于是你想成为的模样 又反过来支配你的每一个反应 你不需要上主的祝福 因为你始终拥有他的祝福 你真正需要的是你自己的祝福 小我心目中的你 受尽剥削 毫无爱心 而且不堪一击 你不可能去爱这家伙的 摆脱这一形象 其实一点都不难 你只要不加理睬即可 你既不在他内 他也不是你 千万不要在任何人身上 看出这一形象 否则你就会把他当成自己 而接收下来 所有与圣子奥提相关的幻象 当初既是一起形成的 也能够一起消除 不要教别人 把他自己看成连你都不屑成为的样子 你的弟兄有如一面镜子 只要你还活在支箭层次 必会在他的镜面下 看见自己的形象 在圣子奥提知道自己的圆满境界以前 支箭仍会继续运作下去 支箭既是你自己打造之物 你要它存在多久 它就能存在多久 幻象乃是你的投资 只要你还珍惜它 它就会继续存在下去 价值虽是相对性的 却强而有力 因为价值出自你心智的判断 驱住幻象的唯一方法 便是撤销你在它身上 所投注的价值 你一旦将幻象逐出你的心外 它对你立即失去了生命力 你若还把它放在心上 等于又将它还魂了 然而幻象里面 没有任何东西能接受你的礼物 只有你才能给出生命的礼物 因为那是上天给你的礼物 你若不给出去 就无法意识到这礼物的存在 你无法把虚无变成生命 因为虚无是无法承受生命的 为此之故 你若不将自己所有与所适的生命之礼 推恩于人 你便无法知道自己的实存真相 没有把生命推恩出去 是你一切混乱之源 因为那违反了造物主的旨意 离开了他 你什么也不能做 离开了他 你确实什么也没有做过 接纳他的道路吧 你才可能译起自己的真相 教人他的道路吧 你才不置望了自己的真相 向永生上主的儿女致敬吧 且为自己身为其中的一份子 而感到光荣 上主不只将圣子 造成值得尊敬的造化 还亲自向他致敬 因此只有尊敬 才配献给圣子 如上主那般欣赏他们吧 因为他们是上主 忠心喜悦的儿女 你无法自外于他们 因为你无法自外于上主 安息在上主的爱内吧 只有活在爱中 才能常想安息 去爱上主所有的造化吧 你也是其中一份子 否则你就无法学到他的平安 也不能亲自领受 他赐你的礼物 那礼物其实就是你自己 在你懂得像所有与你相似的受造物 自尽以前 你是难以知道自己的完美真相的 上主的任何一个孩子都有资格当其他孩子的教师 因为每一颗心灵内都有一位圣师在教同一课程 他不断教你明白 每一位上主之子都是无价之宝 他以无限的耐心教导此刻 无限耐心 出自无限爱心 他一直在为这一大爱发言 每个攻击行为其实都在呼求他的耐心 因为只有他的耐心能够将攻击转移为祝福 发动攻击的一方 是不可能知道自己是蒙受祝福的 他们相信自己受到了剥削 才会发动攻击 因此 分享你的富裕吧 教你的弟兄 看出他们自己的富裕 不要被他们的匮乏幻象所蒙蔽 否则你也会感到自己的不足 唯有当你把别人的攻击视为剥夺你的所爱时 你才会生出反击之心 你是不可能失去任何东西的 除非你自己既不重视 也不想要它 是这缘故 使你觉得受到剥削的 你却把自己的拒绝投射于外 开始相信是你的弟兄夺走了那个宝贝 你若相信有弟兄攻击你 而且夺走了你的天国 你怎么可能不害怕呢 这正是小我所有投射的最终借口 小我代表了你心中不相信自己能为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 他又不愿加入上主的阵容 故无法信赖任何事物 他相信你已背叛了造物主 并将这疯狂失常的信念投射于外 于是相信是你的弟兄夺走了你的上主 其实他们同你一样 根本无此能耐 每当某弟兄攻击其他弟兄时 内心都脱离不了这一信念 投射 一言以蔽之 就是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东西 为此 你若决定与上主分裂 便会认定那是别人害你如此的 你就是上主的旨意 不要接纳任何其他的旨意 否则你等于否定了自己的真相 一旦否定了真相 你必会发动攻击 因为你相信自己受到了攻击 仅仅瞩目于你心内的上主之爱吧 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他的 因为那爱确实无所不在 在每个人身上看出他的富裕吧 你才会知道自己与他们都活在上主之内 他们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正如你是上主的一部分 不明白这一真相 你必会感到无比孤独 正如上主儿女不知道上主临在时 上主也会感到孤独一样 明白了这一真相 你已活在上主的平安中了 你落入世俗的思维只有意图 因此你若想由世俗思维中抽身 也仅仅只有意图 你必须先了解那个思想体系的整体性 你才可能了解它的一切 你只要认出小我思想体系中 任何一部分都是如此疯狂失常 彻底精神错乱又彻底令人厌恶 表示你已经对它的整个体系做了正确的评价 这种修正会帮你认出任何一部分的造化 都是如此的真实 彻底的完美以及彻底的可爱 你若只要这个 你就只可能拥有这个 你若只给这个 你的生命便就是这个 你献给小我礼物时 常会有牺牲质感 可是你献给天国的礼物 却是你给自己的 你所给出的礼物 上主珍惜无比 因为那份礼物来自他的爱子 而他的爱子又来自于他 天地颠的一切能力与荣耀都是你的 因为天国是属于他的 本课结束 请继续下一课